今天刚拉过来那个两袋豆磕 因为回来的时候在下暴雨 所以还没有从车上卸下 现在这个豆磕这个价格还是比较贵啊 184一包 我就先拉了那个两包临时过来用 因为这两天那个都说了吗 那个玉子羊的价格有点稍微下降 现在这个羊价格稍微下降了 感觉这个粮食应该也下降吧 所以我就去试探性的先问个价格 语问价格还是老贵还是没有价来 而且问了一下这个玉米 现在还是一块四毛五 以及这个粮草的这个价格还是没动 你现在这个情况就尴尬了 玉米羊羊的价格下滑了 这个饲料成本没动 这个有点不平衡啊 像那个玉米大户对他们来说 这个确实受点影响 但是对我们这个小养殖父 尤其是搞那个繁殖的 一共也没有多少 影响也不太大 确实不太大 像我现在我那个圈里面 玉米的小公高也优势才三十多个 我现在成本价格不下 一直不下我拉的这么贵 让我便宜太多往外出 说实话我也不愿意出 大不了就是我那个再喂几个月嘛 喂到过年的时候 春年的时候 都已经打羊到时候 春节前面到时候再出 现在这个粮草丝料的成本还是比较贵 而羊的价格下降 这个价格错的太多 谁都不愿意出 还有就是那个残小好掉头 对我们那个小养殖户来说 影响确实不算太大 我们还是更好的把羊给养好 大不了我们心中理想的价格 不会就是晚一点再出嘛 等羊羊好了 走个好时机 到时候再出 也是可以的 也不知道大家那个 那地方的那个 豆磨还有这个玉米价格都怎么样 是不是随着这个羊的价格下滑